嗨 前面三集呢 George已經給大家一些非常實用的建議 那接下來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些有越來越多爆妝打劑顯示 膝蓋的保養 其實對爬上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用一些配件 來進行可能降低我們受傷的風險 那說到大家已經很熟悉的 登山上之後 然後George會來跟大家講解 護膝和護懷的部分 剛剛小編有介紹的就是護膝和護懷的選用 那等一下我們針對護膝的部分 我們分成幾種方式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在市面上比較常見的 大概我分為兩種 第一種就是綁帶型的 那它的優點呢就是在我們穿的時候 它可以依我們自己的需求去調整束縛 那第二種就是套筒式的 那套筒式的呢就是在穿帶 穿帶上面比較方便 那今天等一下呢就是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高透氣的一個材質 因為現在的設計已經越來越符合人體工學 高透氣的系列 它最主要就是它裡面有一個半圓孔洞 它裡面的半圓形孔洞貼在我們的肢體上面 我們在活動的時候 它的熱空氣會排出 冷空氣會導入 會形成一個Bump的現象 高透氣系列大家知道為什麼重要嗎 因為很多山友在爬一些比較高海拔的地區的時候 又背著一個重裝 那在行走的過程當中沒有機會可以常常休息 然後也沒辦法穿穿脫脫 所以護具的透氣性絕對是山友我們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喔 到底是哪類山友適合選擇護膝呢 那比較多的山友他們會在下坡的時候穿戴 如果你是曾經受過傷或是肌耐力不足的話都建議使用喔 那護懷的部分呢就比較有趣了 許多登山高手他們會選擇穿著雨鞋來登山 那他們會在裡面啊多穿一雙襪子 然後或是多加一個鞋墊 那目的就是來固定雨鞋 然後增加它的穩定性 那他們同時也會選擇護懷喔 那護懷同時也有具有固定的一個功能在 好那其實護懷最重要的就是 要預防你的運動傷害 然後增加你的穩定性 那如果你有曾經發生過運動傷害 或是你想要預防運動傷害 不妨可以穿著護懷來試試看喔 剛剛介紹了護膝和護懷的功能與特色 那現在呢就要教大家如何來穿戴喔 好現在先介紹就是有關於護膝的一個穿戴 好那等一下呢我們在穿的時候 記得穿戴子的腿啊 我們要保持一個往前伸直 可是是保持一個微彎的狀況 好來往前伸直保持一個微彎 好那在穿的時候呢 我們是屬於一個三條綁帶式的 所以呢我們中間的部分 要先對著我們的病骨 膝蓋的正中間 好那對準之後呢 因為我們有三條綁帶 所以我們中間這一條要先做一個黏貼 先做一個黏貼之後 先確認它病骨的位置在正中間喔 好因為是開動式的 所以我們可以穩定住它的病骨 再來我們下方的束帶可以拉過來 拉過來同時我們另外一隻手 可以稍微捏住下方 好來做一個這樣的一個黏貼 好那在上面呢也一樣 拉過來束帶的同時 我們在上方另外一隻手也稍微往內拉 把我們的束帶拉過來 好這樣就穿好囉 穿好的時候呢我們可以稍微活動一下 膝蓋可以稍微活動一下 那假如你有覺得需要調整的部分 你就可以從上面或下面來做一個調整 這就是一個西部護具的一個穿帶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要馬上來穿戴腳踝的護具喔 好首先呢我們在穿戴的時候啊 我們的Model可以腳自然放輕鬆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因為我們這隻穿戴是有兩邊的一個強力束帶 所以我們在穿的時候可以依照個人想要的一個強度去調整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做穿戴的動作囉 好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好我們大概是一個這樣的一個護懷的一個形狀 那它中間有個洞 我們會對著我們的腳跟的位置 好我們腳跟的地方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洞對到之後呢 我們可以先在前面來做一個黏貼 好前面貼好了之後呢 我們在上方的位置同樣的 好也來做一個黏貼動作 好上下兩邊都好了 我們現在就只擦兩邊的強力束帶 所以我們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需求 去拉比較遠或拉比較近 好那自己調整自己想要的一個長度 那兩邊做一個均勻的黏貼 就可以降低我們內翻或外翻的一個運動傷害 所以這樣就是一個腳踝護具的一個穿法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George 那接下來呢 健行筆記也會持續分享登山相關的內容喔 謝謝大家 拜拜